他站在院外,却并不靠近,他深知心魔修者灵师强大,若靠近到一定程度,必为所知,但未修成神念,其绝对距离只比灵魂墙上有限,通常五十米内便是极限,自己与师门秘宝接近,相信那唐冲绝对不会察觉。 但若再靠近了,也难免泄底,因此这一刻在院外站定,恶狠狠地看着唐杰的居处,掏出一只金线蜈蚣放在地上,那蜈蚣便蜿蜒着向唐杰的住所爬去。 唐杰看得清楚,这是一种拥有剧毒的蜈蚣,换作金翅裂被蜈,蓄有强烈的火毒,一旦咬中人体,就算是心魔修者亦是难以抵抗。 最难得的是,此毒发作如内火攻心,看起来就像是自己走火入魔,尤其是心魔修的修者,若是被咬中,不知道的会以为是自身修为不够,心魔入侵,导致内火焚身而死。 看到对方使出如此手段,唐杰也笑了,那蜈蚣很快就爬进唐杰屋内,朝着唐杰身上爬去。 唐杰也不理会,任由蜈蚣爬上来,对着自己狠狠一咬。 唐杰放开体肤,任由所有毒液注入体内,下一刻就在仙气的作用下凝聚成一团,被唐杰轻易逼出, 随手丢进一个瓶子里。 精致裂被吾的毒液,也算是一种难得的材料,浪费了可惜。 那蜈蚣完成誓要后有些污力,在陶师兄的呼唤下自动退去了。 陶师兄见毒吾得手,心满意足地退开了。 第二天一早,朝阳正好。 从修行中醒来,唐杰就听见外面一阵呼唤,唐大哥,唐大哥,是苏鸿梅。 唐杰笑笑道,于是走出屋子。 苏师妹好啊。 苏鸿梅搭笑着迎上,唐大哥没来过千秋长,今日里正好带大哥四处转转。 哈哈,也好。 唐杰想了想点头道,两个人便一起向红叶门外走去。 没走多远,就见到一个人走来,正是那陶天德陶师兄。 此人其实早就徘徊在唐杰院所附近,大概一心等着苏鸿梅发现唐杰死亡时的尖叫。 可惜,没等到期待中的叫声,反见到唐杰与苏鸿梅有说有笑地出来,历时惊得自己险些尖叫。 唐杰见了他也不以为意,只是拱手道,哈,陶兄好。 你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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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陶师兄指着唐杰说不出话来。 见他如此,唐杰笑道,哈哈,是了,唐杰想必还在为昨日之事生气,昨天是我反应过度了,现在想想却颇有几分后悔,在下向唐杰赔罪了。 说着对着陶师兄施了一礼,陶天德已是呆住,眼睁睁地看着唐杰对自己行礼。 唐杰见他没动作,笑着拍了拍的,看来陶兄是接受我的歉意了,如此甚好。 哦,在下与苏师妹还要一起逛街,就不打扰陶兄了。 说着弓弓手,以字离去,空留陶天德正正地看着唐杰的背影。 怎么可能,明明是被金翅列尾吾咬过,他怎么可能还活着? 所以,陶天德感应得很清楚,金翅列尾吾绝对是咬中了唐杰的,所以才笃定唐杰必死。 岂料事情竟会变得如此地步。 看唐杰笑嘻嘻的模样,他已经完全搞不清楚,昨夜之事,唐杰到底知不知道,内心更是乱成一团。 怎么办? 他到底是不知道,还是知道了,却故意装作不知道? 如果是后者,此人又为何如此呢? 陶天德的心中已是乱成一团,心情前所未有的狂恐。 看着唐杰离去的背影,陶天德心一横,暗存,事情已经做了,就断没有回头的道理。 那唐冲若真不知道也就罢了,若是知道了却故意不说,只怕是有意拿捏自己,自己断不可被其控制。 唯金之计,唯有继续下手,将其杀死方才可以放心。 人们做事有时候就是如此,一不错则不不错。 从对唐杰下手开始,陶天德就再没有了后退的余地,只能一步步地走下去,要么害死唐杰,要么被唐杰所害。 所以说,既望于他人良知觉醒是最愚蠢的选择。 一百个人做错事,只会有一个人幡然醒悟,剩下的九十九个都是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。 陶天德现在就是陷入了这种心情之中,拿定主意后,他便跟了上去。 这边,唐杰和苏红梅已经出了红叶盟,自入了千秋城,一路慢行。 千秋城作为人族边界大城,算不上繁华鼎盛,却也自有其独特的风月。 这里生活的凡人,大多是为修者服务,几乎每个凡人都有自己挂靠的修者家族或是门派,最大的自然还是红叶盟。 城内交易做的红火的多是法宝,法器的交易,除此之外,就是一些战争资源。 相比之下,修炼类的资源则要少了许多。 因此在这城中,唐杰倒是能看到不少适合布阵的资源,只可惜大多低端,对唐杰已是无用。 以他现在的阵道水准,随便需要一样东西,放在这城中都是无价之宝。 不过也正是因此,唐杰放开心思,与苏洪梅一路走来,倒也看得赏心悦目,玩得兴致不薄,一边行进,一边还观察着这千秋城内布置的守城大阵。 一路走来,倒是已经将这里的阵法摸得大致清楚。 应当说,这千秋城布下的守护大阵还算不错,若有化身修者支持,当可抵御住至少两位以上的出窍修者攻击。 只是对地先级的修者还无能为力,以唐杰的手段,不需要任何道法,只需权力一掌,就可击破。 这就让唐杰有些失望了。 作为人类守护的第一线,这里本应有最好的防御手段。 一个连地先都扛不住的法阵,未免让人失望。 可如果真是这样,仁族又是凭什么扛住血族的呢? 唐杰绝不相信,仁族的底蕴会如此简单。 就像七侠界中,许多门派也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手段。 就算喜悦派要强攻,也要付出许多代价。 当初喜悦派七决门联合攻打天神功, 以两派之力联手,也不过是勉强获胜。 即便如此,也是建立在他们建好就收的前提下。 如果他们打算全灭天神功, 那么天神功说不准还会拿出更多的手段, 尤其是一些玉石聚焚的手段。 既然千秋城的底牌不在法阵上, 那只怕就是在其他方面会有所依仗, 却不知是什么。 最重要的是, 仁族有如此依仗, 那么血族与魔族呢? 他们又有什么依仗? 这也是唐杰最想探明的。 而要想了解这一点, 就必须他在仁族有足够的地位, 甚至于倒逼出两族底牌, 如此方能在七侠界大举进攻时, 有所真备与准备。 此刻正思索着, 忽然心有所感。 唐杰审念延伸, 已察觉到后方来客, 发现是陶天德跟了上来。 唐杰心中冷笑, 想这小子当真是不知死活, 竟然还敢来招惹自己, 心中见起杀鸡。 侍逢此时, 他们行到一个拐角处, 唐杰干脆使了个障眼法, 用浮生万象, 变化出自己与苏洪梅的样子, 继续前行。 自己则与苏洪梅转入另一条路内。 这一切都是他在大厅广众下完成的, 却没有一个人能察觉。 那陶天德自跟着唐杰苏洪梅一路行去, 唐杰则将心神放在陶天德的身上, 看他到底有什么手段。 为了方便陶天德, 唐杰特意让分身出城, 进入了一片荒僻无人之处, 然后又故意找了个理由, 让苏洪梅与自己分开, 使自己落单。 果然, 那陶天德见到机会, 便从后方接见, 依仗着那件可以隐匿自身行迹的宝物, 直到靠近一个心魔修真者可探寻的极限处方才停下, 然后从身内戒子袋内取出了一个小方盒子。 玉盒掀起的一刻, 唐杰已看清里面的物事。 那是一团蓝色的火焰, 确切地说是一团蓝色如冰霜的火焰, 安静地悬浮于空中, 不染一尘。 以唐杰的眼力, 一眼便认出此物。 此火叫蓝心焰, 与苍云圣火葬神焰一样, 是属于天下一火之一。 此火攻击目标, 不会在外表上造成任何伤势, 而是直接从内到外进行加热, 直接从目标内部开始攻击。 正因此, 此火号称天下最难防的一火, 不仅攻击形成诡异, 就是内脏本身的抵抗能力也远低于体表。 好在此火在威能方面比这苍云圣火葬神焰差得远了, 可尽管如此, 要是用好了, 也是一门大杀气。 唐杰没想到, 这陶天德竟然还有蓝心焰在手, 看那蓝心焰的样子, 还只是一枚最低级别的火种, 可要是用得好了, 杀死一个心魔修者还真不算什么。 怪不得他敢向自己出手, 果然是有几分本钱。 打开盒子的时候, 陶天德脸上露出肉疼之色。 这蓝心焰如此少, 他又不懂培育发挥之法, 要想以此杀人, 怕是只能耗尽此焰所有的力量。 正因此, 他也心痛无比, 尽管如此, 此刻还是运用法觉, 引动那蓝心焰向唐杰飞去。 唐杰分身也不闪避, 任由那朵蓝心焰没入体内。 就在蓝心焰入体的一瞬间, 一股灵气法力已将蓝心焰裹住, 直接断绝了陶天德与此焰的联系。 陶天德正欲催动火力, 却发现自己与蓝心焰竟然失联了, 历时大惊失色。 只是任他怎么催动, 这蓝心焰便如沉入大海, 再也没有半思回应。 反倒是那本应烈焰焰心死去的唐冲, 却在此刻缓缓转过身来, 对着他所在的方向露出一个微笑。 见此情形, 逃天德大海, 他就算再傻也知道, 自己被对方发现了, 按脚不好, 掐了个低端树就想走, 只是一头钻下去, 就听翁的一声响, 似乎撞在金铁玉石上一般, 这一下竟没能钻进去, 反撞得陶天德自己满头鲜血。 入地不可行, 陶天德便向空中窜去, 只是刚跳起来, 就见一阵大风刮来。 风势凛冽, 竟吹得陶天德灵魂真人都无法站立, 一头栽了下去, 再次撞在那坚硬的地面上, 脑袋上又磕出了一片鲜血。 唐杰分身从后方漫步而来, 虽然只是个分身, 但在唐杰晋升仙台后, 浮生万象也跟着水涨船高, 就算是灵魂修者亦可一战, 更何况还有唐杰本身神念在侧, 仙台灵魂成神, 神念通天地, 一个念头便封锁天地, 让陶天德进退不得。 分身此刻施施然走来, 朗声道, 陶兄既然来了, 又何必如此急着离去呢? 陶天德哪里还敢理他, 急忙从身上取出一张符纸, 却是一张逍遥符, 使用后可瞬间传送出去。 这种法术已进入到神通范畴, 单纯地依靠封锁天地灵机, 已经很难限制他的运用。 只是下一刻, 唐杰分身只是看了那符纸一眼, 那符纸先是灵光一闪, 接着便暗淡失去作用。 陶天德如何催动? 却就是不再发威, 害得陶天德整个人都傻了。 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, 就连逍遥符都能屏蔽的修者。 刚才那一眼看似简单, 其实是唐杰已经发挥自己入到空间的能力, 直接消除了此符的威能。 这不是道法, 而是对大道深层次的理解与运用。 要是在这之前, 唐杰还未必能做到这一点。 但是与白骨神军一战, 唐杰对大道理解的层次加深, 对道也就有了更深的体悟。 他意识到, 法术其实就是建立在大道基础上的存在, 天下万法皆逃不开对道的利用。 如果说两者间有什么差别, 那么术法是对道的间接运用, 道法就是对道的直接运用。 所谓悟道, 入道与掌道, 其实就是对这种直接运用能力的描述。 悟道是看到, 本质上还当不得运用之能, 却以知方向偶可借力。 入道是得力, 道文入体, 可运用大道之力,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直接运用。 但掌道是什么? 唐杰一直不清楚, 许多事不走的那一步, 就是不明白。 直到与白骨神军一战后, 唐杰才渐渐领悟。 道不仅仅是对力量的运用, 也是对整个体系的透彻理解。 当达到这一步时, 所有依靠其上的存在, 术法皆受其影响。 逍遥符虽是法术, 却是建立在空间道上诞生的。 当唐杰达到掌道境界时, 除了可以摆脱道法限制, 还有一层重要的意义, 就是一切建立在此道上的术法都会受其意识的影响。 简单的说, 一个掌空间道的仙人, 只要他愿意, 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让任何修者使不出对其道所属的空间类法术, 除非对方和他一样, 对空间道有着极深的理解, 又或者干脆使用空间道法。 唐杰对空间道的理解远未达到掌道地步, 但逍遥符也不过是一张符纸, 有固定的刻画套路, 远不如人史来灵动多变, 因此被唐杰把握脉络, 再加上巨大的境界差距, 所以轻易便封住了这个法术, 提前感受了一回掌道的快感。 所以说, 有时候欺负弱小还是有意义的。 陶天德眼看自己最后的依仗都已经失去, 吓得魂飞魄散。 唐杰分身已然走来, 对着唐天德一敲, 这货已经晕了过去。 正想顺手结果他的性命, 唐杰突然心有所感, 从那命运之海中获得一丝感悟, 知道此人身上似乎有自己寻找的答案, 便转了念头。 陶天德醒来时, 发现自己身处一处小屋, 全身竟被扒了个金光。 唐杰就坐在不远处, 正翻看他的东西。 那都是一些天心奇修者使用的法宝, 丹药。 虽然这陶天德的身家还算不错, 但落在唐杰眼中, 除了那蓝心燕,再无一物有价值。 这就让他颇为不喜了。 命运之道就是这点不好, 太过缥缈难测, 就算是偶有之隐, 也难以把握方向。 现在只知道, 陶天德身上有他寻找的答案, 但这答案到底以何形式存在, 就不清楚了。 除非他肯为此再耗费一页大许愿书, 但唐杰又如何舍得如此高的成本呢? 不过就眼下来看, 至少答案不在这些法宝上。 你…… 这边陶天德已是震惊地大叫起来, 只是任他如何叫喊, 那声音都出不了这房间。 在确认东西上没有收获之后, 唐杰走了过来, 目光冷漠地看着陶天德。 你…… 你要做什么? 为什么要把我绑在这儿? 陶天德心中还存在一丝希望, 此时此刻他是真的希望 唐杰不知道他昨晚所做的一切。 可惜, 唐杰没兴趣与他废话, 只是道, 杀人者人恒杀之, 这个道理你当懂, 所以不要与我废话, 想要活命就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, 若不然, 久违有死。 听到这话, 陶天德心都凉了。